今天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实验 把两只狗狗放在一堆蝗虫之中 看看它们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它们全部消灭 为了提高它们的活力 我们再往里边放几只蚂蚁 果然蚂蚁的加入瞬间让蝗虫运动了起来 也就在这一瞬间 狗狗的双毛立刻将其锁定 瞬间出击一口拿下竟然毫无压力 此时后方的狗狗也不甘落后 同样是锁定出击一气呵成 不过似乎前方的狗狗食量更大 在吃完一只蝗虫之后 竟然再次寻找新的目标 随后姿势优雅地倒挂金钩 享受着美味佳肴 此时此刻右边仅剩的三只蝗虫都惊呆了 一动不敢动 生怕自己会变成钢铁郭郭的下一个目标 然而也许是此时郭郭的味蕾已被打开 三下五串地吃掉蝗虫之后 它竟然再次转向冲向另一只蝗虫 只见它前腿一伸 一只蝗虫就被它轻松勾了过来 正好我换了手机才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旧的我放转转上卖了 现在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 换下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啥的 我都会约个转转上门回收 它价是真方便 下个单就有人免费上门估价 我那台华为Mate50和苹果手表一共卖了3200 钱到账了工程师才走特别靠谱 总之听我的二手回收 认准转转APP就对了 在两只壮硕郭郭的重拳出击下 蝗虫已经所剩无几 而此时两只姑姑的肚子也是越来越大 感觉随时都有被撑吐的风险 不行得赶紧把剩下的蝗虫拿出来 不然他们吃得根本停不下来 看见没这只姑姑更是在饱餐之后 发出了爽冷的笑声 哎哎啥情况 这另一只是没吃饱还是怎么着 怎么还惦记上同事了 这家伙真的是逮住什么咬什么 同事虽然跑了 但是刚溜达过来的蚂蚁 直接就被暗倒在地 此时的铁姑姑是见到同事咬同事 见到蚂蚁吃蚂蚁 根本停不下来 来来来 既然如此 给你换个更厉害的同事 只见另一只姑姑见面的瞬间 就率先发动了进攻 还主动啃起了另一只姑姑的腿 朋友们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欺软怕硬了 自从这只姑姑来了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被吓得只有逃跑的份